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的艺术史上面我们念艺术史的时候一定会听到刘国松老师的名字 那当时候其实非常经典 就是说您在师大就读的时候曾经跟老师们有一些紧张的关系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西方的杂志 西方的那些画册啊 所以看到之后呢再看看台湾的这个画家呢 国画家呢还是画明清那个传统的那个评绍 结果看这油画家呢还都是画那个印象派的 但是呢二十世纪中叶呢进师大 就是在1951年的时候进入师大 1951年就在建议 所以说那个时候西方的现代化的发展已经非常的通过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我在学校里面就我们就有点不太熟 很愤 有点叛逆就对了 对对对 我在这个大一的时候 雨冯子老师呢就讲过一句话对我印象很大 他说一切的艺术来自于生活 二年级之后就接触了西洋画 这个开始写镜物 后来到外面去写风景 我就发现了西画呢才是真正来自于生活 而国画呢还在它领古人那一套 那些国画都是来自于古人的生活 结果就那个时候就全盘西画 全盘西画呢 结果那国画课呢 只有教作业的时候我才好 这个贝老师视为不守本分的学生 在四年级时跟同学们挑战了官方体制的美展 以毕业展的作品参加了比赛 但这些优秀且创新的作品 竟因僵化保守的制度而落榜 一心以创作为直制的他们 在清贫办不起各展 其官方路子也行不通的状况下 刘古松提出了一起组画会的建议 结果后来就在讨论的时候呢 就是在廖基春的画室 哦 我们就请教廖基春老师 是 廖基春老师那个人呢 好的不得了 也不太讲话 结果 我们就这样 他就这样点头 好 就认同你们了 认同你们 结果后来我们五月画会 就是在廖基春老师的画室 成立了 五月画会这个画风 后来从全盘西画 走到中西合璧的这个概念 对 是怎么样一个转换的过程呢 嗯 因为我们呢 说五月画会那个外文名字 叫沙龙的妹 就是法国的五月沙龙 所以我们用的是个法文名字 你知道 那个时候你说我们有多幼稚 就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想 在台湾能够做到一个五月沙龙的台湾峰会 那我们就觉得就是很骄傲了 很骄傲了 对 过了三年之后 我就觉得有点不大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画抽象表现派 所有的抽象表现派的画家 都是受东方书法的影响 我们当时为什么那么样的容易接受抽象表现派 就是因为跟我们的文化 它是挂钩 就跟生命经验其实是有相关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画会里提出 我们要走中西河 你知道我们是每一个月开一次会 开会的时候呢 每一个画家都把这一个月画的画 拿来我们大家批评 每一次开会大家都吵羊 因为你不负我 我不负你吧 大家都提出自己的观念 都提出观念 嗯 所以后来我等我提出这个走中西河米的话 那是全家全体都反对我 全部大家就反对前一个啊 都反对我 都反对我 结果就这样的吵吵吵吵吵吵 吵了差不多一年 是 慢慢慢慢的他们被我说服了 当抽象表现派席卷全球时 刘国松提出了他的疑虑 他疑惑的是 接下来该往哪里去 难道要等西方的新浪潮再起 东方的艺术家再跟进吗 于是他从历史里再去找答案 并且有了意外的发现 在二十世纪之前呢 嗯 中国的艺术 中国的绘画是走在西方的前面 嗯哼 嗯 为什么 我们在故宫看到有一张画 叫做《泼墨仙人》 是梁凯的 对 一二零零年到一二二五年 这个二十五年间 有梁凯的活动的记录 再不说实了 嗯 如果是他一二二五年过世的话 那是十三世纪初 哦 十三世纪初的话 意大利的文武复兴还没开始 嗯嗯嗯嗯嗯 没有错啊 你看看他 那个那个 结果西方的绘画 什么时候才能跟梁凯相提并论呢 是到了二十世纪初 德国的表现派出现的时候 嗯 就是在绘画的思想上 绘画的技法上 绘画的形式上 是 才能相提并论 嗯 嗯嗯 那就是比西方要再早 这个三百年 是是是 梁凯的铺麦仙人 跟斯克里二组条形图 这是证明嘛 中国的美术史 在那个时候就有那么高的成就 嗯嗯 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发现完了 为什么我们还跟到西方跑 嗯嗯 在刘伯松考究中国艺术发展史后 证明中国传统艺术思维 早在十三世纪初 就超越了西方人实事求是 理性写实的创作 诚信艺术家主观内在的表现形式 直到二十世纪初 西方现代的艺术崛起 吸收东方的艺术形式 如黑线条的外框 有三度空间 转为二度空间的再现 也说派艺术家matis 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当西方艺术求新求变的发展 逐渐掌握艺术趋势的主导圈 东方人执着于传统的绘画形式表现 使得东方艺潭 由率先转去落后 所以结果他们就变成先抽象 变成先走到中国画的前面 因为中国画从梁凯之后 就没有再往前发展了 所以说你看到了宋朝以后 中国画有没有发明春发 因为他们都去模仿去了 都是模仿古人去了 常常提到的文人画 你想想看读书的人 他真正的事业是什么 做官 看公文 写奏章 是吧 然后这些事情完了之后 再写文章 再写诗 结果他偶尔晚上吃完饭 没有什么事情 一直兴起了 拿起笔了 一直兴起了 然后就拿一张纸 就拿写字笔来画画 所以后来为什么他们讲 书画同源呢 书画同源就同于这个用笔嘛 就这一支笔嘛 所以他写完字就拿那一个笔 就画起画来了嘛 所以因此他就主张 书法如画 书法即画法 嗯哼 说这样的搞出来的文人画 嗯哼 嗯哼 在柳国松提出中西合璧的观点后 五月画会的成员们在这段期间内 各自进行了风格上的转变 而他自己的提出了中国画的现代画 这样一个宣传口号 当时诗人余光中更以浪子回头 来形容他们的行动 当1961年他再度回到水墨创作后 他体会到风格与技法是创作的一体两面 于是他开始在创作的过程中尝试各种技法